真的是紅爆了 就是這種扁可頌喔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把本來那種 酥脆的可頌的鴨餅感覺起來 變得有點像那個餅乾的感覺 然後在上層再刷了一些蜂蜜跟蜂糖 烤過之後呢 超爆好吃 因為這種扁可頌 它不管是直接配很苦的咖啡 或者是現在還有一種很流行的吃法 是兩片扁可頌 中間在夾冰淇淋天 其實是完美 讓人量很高 希望我們的鄰居幫幫忙 可以拿出來給我們吃 對 就交給妳了